BUNK 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電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我們要補上之前出的知識 分別是這個橫田九澤 陳柏青 跟原本是真陳佐 但看起來是物質 所以正確的話應該是黃傑西 所以等一下的話我們會直接用黃傑西來實戰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三位球員 分別有什麼卡片可以選吧 好 首先是陳柏青 那這波更新的話有兩張的球員是台鋼的球員 再加上一位兄弟的前四代的卡片 好 陳柏青的話目前的卡片選擇其實不多 我覺得就是兩個選擇而已 就是經典的先發或者是你放二三的牙冠 就這樣就好 那陳柏青主要是說他有這個滑曲球配切球 這兩顆球種我覺得還行 那黃傑西的部分兩張ES卡片我覺得都不是很好 所以你真的要選的話你就選擇用二三年的經典卡就好了 最後的話是橫田九折 橫田九折的話有三張卡片分別是有雙插的怪物卡 有插指球的傳奇卡 配上紙插球的經典卡 那插指跟紙插插在插指的速度比較快 那紙插的幅度比較大 那如果說就數值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用經典的CP值就還蠻高的 那剩下的這兩張我覺得你有錢就自己上去就好 尤其是怪物卡是真的蠻貴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用插指球的話 就可能要直接上到傳奇 那在這兩張的數值上面應該都蠻不錯的 那我不確定說模擬這個有沒有比較好用啦 但就數值來看的話我是覺得說模擬是可以試試看的 好那我們就進到這個知識的畫面吧 好進入對戰畫面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橫田九澤啊還有陳柏青啊 我目前手上的卡片都在先發 所以說等一下陳柏青會被丟到中繼 數值大家就看看就好 主要還是以知識為主 好首先大家看到的是黃潔西的這個投手視角 配上橫田九澤的投手視角 那我是覺得這波的兩位投手啊 是做的都蠻順暢的啦 那打者的話我們另外一個視角再來講 好我們就先保送 好壘上有人 一樣我們丟個幾球就好了 好那我們就換投手吧 好接下來上場的是陳柏青 這個就是跟大家講 不管是E F甚至是A 那個評價不是S啦 都不要放中繼 不然數值就會變成這樣 好我們一樣丟個兩三球就好 好接下來的話是陳柏青的壘上有人 好接下來大家看到的是打擊的視角 黃潔西的姿勢的話我覺得蠻不錯的 因為他比較不會擋到啊 有些那個會擋到的就 我自己比較不是這麼習慣 那從這個視角看這個橫田九澤啊 他姿勢其實蠻順暢的 而且最近出的姿勢啊 其實都沒有說到很拖啦 就最拖的就是那個王劍民到胡志偉那一段 那時候出了蠻多那種節奏比較慢的投手 好 就這樣就好 我們就保重 一樣 壘上有人 那我們就丟個幾球就好 像這個之前出的吳念廷姿勢來也是 這種就比較不會擋到 那我自己是比較不習慣像這種郭天信啊 或者是 講之前那種棒子會晃來晃去的 好丟個兩球就好 我們就換投手吧 接下來換上的是陳柏青 那我是覺得說 這兩位投手啊 目前這樣看起來 基本上就是球種會比較有優勢啊 有一個是滑驅嘛 那另外一張如果你用傳奇的話 會是差值 那陳柏青因為有中技啊 所以他會再好一點點 那模擬的部分的話 滑驅球的投手啊 好像效果都不是很好 所以陳柏青模擬或許不會這麼好 那手動的部分啊 我會覺得說這兩張的投手啊 他姿勢都比較順暢 那也沒有盾一拍啊 還是這個角度比較 刁鑽的問題 所以說 應該是不會變比較難打啦 那難打的就一定會是在他的這個 滑驅球的部分 好 那今天這部就這樣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小朋友 知道你有其他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其他玩家討論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 掰掰